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990年12月 黄山风景区的名声 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的名录 每个三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会来黄山这里 重新来看他们所有所做的事 看看他们可否继续列入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 以前古人来到黄山旅游的时候 有没有酒店设施 他们风餐露宿都要来 因为这里真的有它的特别之处 你肯定看到这些酒店 你就会有这些感慨 我们现代人真是舒服 我们可以在一个设施 也很干净的酒店里面 尤其是黄山 酒店的资源是很有限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住一晚 翌日看看日出 那种悠閒的感觉 享受黄山的景致更加豪良 这棵就是团结虫 它已经有四百岁了 因为它有五十六条枝叶 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互相拥抱 所以它就叫做团结虫 如果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 textures 而且糊了 谢谢 已经Harry 煮到 privilege 這裡有旗石 除了旗石之外 又會看到雲在山谷裡 慢慢慢慢地升上來 然後突然間又會消散 我聽說鐵拐都來過黃山的風景 看著太神了 就把腳叉到石裏 走不掉 唯有拿到腳 留著蝦在這裡 乖乖只有一隻腳 所以只有一隻蝦在這裡 這棵破石蟲 又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命路裡 眨眼看 跟黃山上其他石頭和蟲樹 看到沒有什麼分別 它的葉就像針葬 樹幹 給人一種很滄桑的感覺 不過如果我們細心地看 就會發現它們的樹根 都挺神奇的 是深入了在石裏 還有一塊石 放了三塊 在過去150年 破石蟲就在這裡入曙雨林 力盡風霜 我感覺到它的生命好像很艱苦 但它一直都這麼堅強 不放棄 在這裡掙扎地求存 所以我們真的遇到什麼困難都好 就好像破石蟲這麼堅強 不要那麼容易放棄就可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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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